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日前接获线报指出 住在花莲市增性半嫌持有毒品并且涌枪致重 随即启动侦查在11号执行搜索 当场查获了枪械子弹及毒品的违禁物 全案依涉嫌违反枪炮弹药膏卸管制条例 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 警方强调虽然大家目前都在投入救灾的工作 还有围楼安危的工作 不过对于治安维护没有松懈 来 爬下 来 爬下 来 爬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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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信男子自认为目前大批警方人员正忙执行救灾任务 所以手拿着违禁物的离品带 在美轮中心路逛大街以为可以躲过警方法眼 却不知警方早已盯上他 在警方的拦查搜捕行动中 当场查获枪械 子弹及毒品等违禁物 站起来 队五 二 四 五 八 十一颗 本集少年队日前获报有民众 趁正在期间 攜带枪支 毒品等违禁物 为了避免危害社会治安 立即发动侦查搜证 在搜证完备之后 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 在十一日会同刑警大队展开查器 查获真心犯嫌 持有枪支一把 子弹十一颗 一二级毒品等证物 全案处以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 并扩大溯源追查枪支毒品来源 而警方表示 花莲因强症受创 警方虽然投入大量警力 进行救灾及围楼安危工作 但对治安维护并无丝毫松懈 警告不法分子切勿蠢蠢欲动 记者花莲市综合报导